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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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子殿下一定会赐给你一个锦绣虔诚的 那贵人这句话就错了 做官得凭真本事 如果就是因为太子殿下一句话才做官 一来对其他人不公平 二来金王孙也受之有亏 你 你 太子 金先生这么说 正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我们身边 不就需要这么正直的人吗 你说呢 那好吧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我也不枉做小人 你的官职 本太子 会按你的能力来安排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知道吗 我不能成为太子殿下的人 我不能成为太子殿下的人 你说什么 我读书就是为了报效朝廷 我只能成为皇上的人 不能成为别人的人 否则 就是结党营私 欺君往上 这种事 我是不会做的 好 好 好 你先下去吧 你继续去做你的忠臣 本太子不稀罕 臣告退 你怎么回事啊 读书读傻了 太子殿下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嘛 我们在找好的 怎么样 风尚关了吗 看他这样子 肯定没风尚 看他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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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了 行浪官 既然你没有选上 那就在这个修书上签个字 我带这儿走了 阿娘 你干什么呀 做不了官 我们留着干什么呀 难道你想跟他吃一辈子苦吗 今年选不上还有以后呢 没选上也没关系 我们有手有脚 不会饿死的 我选上了 你选上了 你说你这孩子 选上怎么不告诉我呢 害我白难过一场 真不错 真不错 这啊 考上了官 我们就应该杀鸡宰羊庆祝一番 是不是 是不是 坐上了官 我们就有大房子住了 太好了 我们要搬家了 那你们等着我 我去收拾一下 马上就回来 你累了吧 我去给你盛碗汤 这儿 虽然我选上了 却只是拿到一个后补的官员名额 运气好的话还行 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 可能一辈子都要后补 对不起 没关系啊 真的没关系 天哪 我的荣华副歌又泡汤了 哎 美人不是想在这一届的查局中 巩固自己的势力吗 别提了 好不容易无色到一个 没想到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 说什么都不明白 看来 我只能等到我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了 才能有个一刻 你说 万一是个女孩怎么办 不会的 不会的 美人您哪 是吉人自有天相 到时候一定会生个小皇孙的 这谁能说得准呢 看来 我还得提前吊胆过九个月呢 你们先退下吧 诺儿 美人 咱们这宫里是要办什么喜事 没有啊 那这些事 我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查局考生画风的父亲画大人送来的 说想推荐他儿子进户部 奴婢说了太子殿下不在 请美人示下 听说皇上 要让太子殿下 在这届考生中 选拔合适的官员 看来啊 是有人来打秋风了 美人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咱们是又有钱拿 又可以巩固自己的势力 多好啊 太子殿下 什么事情这么烦恼啊 父皇要我在这群人中 选出适合的官员 尤其是户部的主管 那可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脉 可是这么多文章这么多人 我一时半会儿 哪判断得出来呀 尤其这天气又这么热 我一看到这些字 头都大了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不如臣妾 帮殿下把这个烧了吧 免得殿下看着暗眼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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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国家大事 我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哪能真的不管啊 就知道太子殿下 是个忧国忧民的好人 可是这么多文章 要全部看完了 可真耽搁时间啊 对了 我听说过 有个叫华丰的人 才华出众 是个难得的人才 就是不知道 有没有参加查局 要是能找到他的名字 可就轻松了 华丰 还真有一个叫华丰的 那太子殿下 就推荐这个人好了 那我们要不要叫他进宫 来试一试他的文采啊 不用了 您看一下他的文章就好了 如果文章写得不好 也不能进查局 不是吗 可是 可是 怎么了 小宝贝他在里面动了 他说 他饿了 那你还不快去吃饭 你不陪我 我没胃口 你呀 这些让工人们来做 不就好了吗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啊 今天是陛下第一次接见三甲考生 臣妾怕工人们伺候不好 会影响陛下的心情 君臣之间第一天接见 一定要荣光焕发 给他们留个好印象 不是吗 你呀 总是为别人着想 怎么不会自己想一想的 臣妾怎么了 朕好久都没在你脸上看到笑容呢 后宫的事 压力太大了吧 哪有 臣妾好得很呢 你 瞧你呀 都开始用白头发了 还说不用朕担心 人老了 哪能没有白头发啊 臣妾不怕老 也不怕白头发 除非是陛下嫌臣妾老了 不再宠爱臣妾了 怎么会呢 在朕的眼里 你永远是最美的 哪怕你满头都是白头发 朕都觉得你是最美的 陛下真会哄人开心 义妾你知道吗 臣最近老是在做梦 总是想起 一切我们在戴古时的情景 不如找一天 一起回去看看 国事繁忙 国事永远都繁忙 就像你的后果 永远都忙过完的 人生苦短了 我们还是为自己 留一点时间吧 臣妾听陛下的 我帮你拿朝官 我帮你拿朝官 没事吧 你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 没事 该上朝了 来人 皇上有何吩咐 给朕 准备一块上好的黄花礼 木料 送到宣室殿去 这 皇上 要去上朝了 让他们等着 朕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可是 朕等皇位 几十年来 从未误过朝 就让朕任性一回 去准备吧 诺 等一下 半个时辰以后 请皇后到上明院等着 诺 来人哪 奴才在 皇上有何吩咐 皇后到上明院了吗 已经到了 起家吧 诺 透过 卡 您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了 要不然找个太医换个方子吧 这几年来换的方子还少啊 可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本宫看啊 本宫这眼睛是毫不了了 娘娘 您别难过 天下名医多得是 会有办法的 我不难过 我这一生什么好事没遇上过 天下最好的男人我遇上了 天下最好的生活我也遇上了 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 以后走路你们得多看着点 恐怕要经常摔跤了 小心 戎儿 你去哪儿啊 你不是要掺着本宫吗 戎儿 戎儿 你放心 朕会一直搀扶着你 朕会一直陪你走到最后 来 这个是朕刚刚为你做的 陛下 你不上朝 就是为了做这个玩意儿 什么这个玩意儿啊 这是真的一片心意 好了 不用多说了 朕这一辈子 从来没为别人 为家人 耽误过任何国事 你就让朕任性一回 不要这样计较了 好吗 臣妾谢陛下恩典 来 咱们去散步啊 来 全新之官员商店 吾我万岁万岁万万岁 各位都是优秀人才 也是我大汉未来的栋梁 太子 儿臣在 你昨晚看了他们所有的试卷 你觉得应该如何安置他们呀 回父皇的话 这些人儿臣都已经安排好了 奏折放在父皇案上 父皇可以随时预览 谁是画风 哦哦啊 臣 啊 臣在 太子薄举你去管理国库 不知道 你有何见解 啊 这间解啊 啊 皇上要臣背任何诗经 呃 臣都可以背得下来 呃 呃 臣还能背 不是要你背 朕是问你 财政上有何见解 这 皇上皇上 这 这 这个我就不会背了 太 太子 你不是收了我们家钱了吗 要背这个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我都不会背 我还钱 你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没有啊 没有 没有人家会在大庭广中 只想诬解你吗 你这个逆子 你真是让朕太失望了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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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天宁 快 喂 陛下 千万不要跟皇后说 陛下 您放心 陛下 陛下 皇后娘娘 你没事吧 没事 朕只是一事心急 怒火攻心而已 太医都说朕没事了 太医 是吧 是 朕回头煎一副药 皇上喝了就没事了 你下去吧 朕告退 不用担心了 朕没事 朕还可以下去 走两步给你看看 行了 不管怎么样 昏倒就不是件好事 你就踏踏实实地歇着吧 朕一切都挺皇后的 朕 我没下大雨了 下着呢 琪儿 还在跪着吧 是啊 他犯了错 是应该好好处罚他一下 朕就不相信他会收受贿赂 只是他处事不明 很容易被人利用 他呀 这一生就是走得太顺了 没有吃过一点点苦头 这样下去 很容易被害呀 那就请皇上多多管教他 怕只怕没时间了 瞎说 朕的意思是说 就算有时间 也要处理国事 对了皇后啊 朕有一个建议 对了 皇上请说 朕想把琪儿调到少林园去 让他体察一下民情 二来 也可以摸摸他的性子 你觉得呢 皇上怎么说 就怎么做吧 好 这辈子 都让你以为朕照相啊 你就安心吧 一切 臣妾都会处理妥当的 太子殿下 殿下 你快过来看哪 这些都是画空的父亲 华大人送来的 每一件都是西式珍品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县城 居然有那么多钱 这下好了 我们是仁卿也送了 姐也拿了 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原来是你 原来是你 殿下我怎么了 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就知道那个华蜂 只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早上父皇试了他的文采 且别晕了过去 这么严重 我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做事的时候 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 你这次不但弃坏了父皇 你还害了我 我马上就要出宫去少林园了 我被贬了 你知道吗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把他退回去好不好 退回去 你杀了人能不能叫他还魂啊 你这个贱子 我一直宠你爱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你爱钱是不是 好啊 太子 那就让这些钱来给你赔葬吧 殿下 殿下不要我 不让我 殿下 就算你不看在我的份上 也看在我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 殿下 这次是我错了 我不该收别人的钱 我不该那么贪财 殿下 可是 可是我并不是为了这些钱 我是为了给你 备养自己的势力呀 我这是为了你啊 殿下 殿下你饶了我吧 你也要自华 你不慈恳 我开心 你不肯是油 你也不肯是油 我会帮你 我们这身份 你明白吗 儿臣明白 儿臣从小到大都明白 母后不喜欢儿臣 不管儿臣做什么 都讨不到母后的欢喜 现在就连父皇 也不喜欢儿臣了 儿臣只能一个人 从这儿离开 但是母后就是母后 儿臣要走了 就让我给您磕个头吧 稷儿 我们母子之间的误会 实在是太深太深了 就算母后想解释 也不知道从何解释起 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走到哪里 母后的心里 都是牵挂你的 母后都是爱你的 儿臣拜别 小卫 妙人 您有什么话跟太子爷说吗 小卫无话可说 太子殿下您带我一块儿走吧 让我留在您身边伺候您 你就留在宫里养胎吧 这是你唯一能赎罪的方法 你们先下去吧 诺儿 好 周将军真是好兴致啊 每次都可以把这个勋 吹得那么凄惨 太子殿下这就走了 走了 不然留在这里受人蛊惑 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 是你对她太严 她感受不到你的温暖 所以你把温暖给她 让她来烦我 皇后娘娘也太看得起我了 我只是个看门的 什么事都做不了 你能做的事可多了 比如挑拨一下巧慧和妙人 再比如 利用后宫 慢慢地把手伸到朝堂上去 那你为什么不杀我 要是没有血缘 你已经死了十几次了 那我要感谢皇后娘娘才对 你最好安分一点 本宫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皇后娘娘 我也想告诉你 你的确很聪明 但有时候很容易 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真后悔啊 我后悔死了 我后悔把你嫁给那个金王孙 你看看 你看看 现在官做不了不说 连老婆都养不活 还得到外面抛头路面 给人家干活 不知是气死了我 阿娘 她不是选不上 是已经选上了 只不过没有官做罢了 那没有官做不等于没选上吧 这儿啊 你听娘的话 把她修了 娘再给你找个好人家 别跟她纠缠了好不好 阿娘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父死从子 我既然嫁了他 这一辈子都是他的人 您以后啊 别说这些没用的 如果让他听见 他多难过呀 再说了 不是还有一个空缺吗 没准他今天去了 就能选上了呢 选上也是个小官 能有多少钱啊 秦王孙 面试得怎么样啊 县城大人说 里面所有的人我是最好的 这还像句人话 给你分个什么官啊 没关 又没有官 他们要我给钱 我哪里有钱啊 就算我有 我也不会给他们 这算什么 我又不是没有才华 为什么要给钱呢 才华 才华 有才华顶个屁用啊 我们要的是银子 是银子 懂不懂啊 你看看你老婆 再看看我 跟了你一个多月了 一点儿有水没捞着 好 瘦得都皮包骨头了 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呀 啊 你还不如街上拉拉的一条狗 是条狗 我不高兴的时候 他还可以摇摇尾巴让我高兴 我饿了还可以杀他吃肉 你能干什么啊 你这个不要脸的担人 还让女孩子给你相手 你配吗 我要是你啊 早就去死了 省得你拖累自己 拖累我们家智儿 阿娘 你不要再说了 相公 智儿 你不要这样 是银子总会发光的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面试的时候 大人一直在夸我 我还以为这个职位 肯定是我的 到了门口之后 到了门口之后 我看到很多很多人在送礼物 大人跟我说 这些礼物他是不会要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重视人才的人 然后大人跟我说 如果我送礼物给他 他是会要的 你说 官场怎么就这么黑暗了 这都是我的错 我应该把首饰卖了 给你备些礼物才对 你都觉得我应该那样做吗 你现在需要的是机会 妥协一下又能怎么样呢 那我的才华呢 我寒闯苦毒那么多年 就是为了送礼物 你相信我 会有人赏识你的 也会有人明白你的 这儿 我是不是现在很没用 我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真的不配你对我那么好 这儿 不如你听你娘的话 你跟我分开吧 如果有天我真的能飞黄腾达 我再回来接你套吧 人家本来就不是为了你的情 也不是你的功名 人家就想找一个喜欢我 我也喜欢的人 能够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 可是你呢 遭受一点挫折 你就说不要我了 那你当初干嘛娶我呀 既然这样 我活着还有什么盼头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这儿 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我只是对我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那你对我有信心吗 你放心 我去找大人 一定让他还你一个公道 一定会的 你们让我进去吧 让我见见大人 干什么 去去去 大人没空见你 快走吧 这位差大哥你行行好 就让我进去吧 这些钱 您拿去喝酒 好吗 就这么点钱 这点钱 还不够哥儿几个打牙去的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真想猜钱 等存够了钱再过来 走吧 太子殿下 您不能一个人出去啊 我说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们谁再跟着我 我就砍谁头 这 太 你干什么拉我你啊 不小活了 你干什么拉我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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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街纵马骑罪一意 又撞翻了这么多的小贪 骑罪二意 你还敢对我无礼 骑罪三意 你犯了这三宗大罪 还敢如此嚣张 你是什么东西 敢管我 信不信我宰了你 我是当今太子 你是太子 太子 那我还是皇上呢 哼 小子 你敢冒充太子 我就是宰了你也没罪 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这一次我先放过你 下次再遇到你 我一定抓你定罪 小子抢走 没那么容易 你们先帮我 少爷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找得你好辛苦啊 你说家里人嘛 正好他欠我钱 给钱吧 这位爷 真是对不起 这是我们县城 李大人家的三少爷 他脑子有点问题 我带他出来没有看好 这样吧 他欠你多少钱 你跟我去衙门 我都还给你 去 去衙门 对啊 我们姥爷在衙门 你不去 我们怎么还给你啊 算了 算了 算我倒霉 等等 又干什么 我们少爷欠了你钱 自然要赔 可是 你撞了这么多小摊 是不是也应该赔啊 要不然 我们也去洋湾平亭里 算我倒霉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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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这么多 好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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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怎么又遇到你了 相亲不如偶遇 一天我们遇到两次 看来我们有缘 要不一起吧 这么多菜 你怎么一口都没有吃啊 有什么可吃的 一点味道都没有 那是你不会点 我来帮你点 小二 来了 把所有的菜都撤掉 我要重新点 撤掉 是是 姑娘想点点什么 我要 翡翠碧玉汤 踏雪寻梅 还有 芙蓉花开 这三道菜我们可都没有啊 有了吗 有了有了 马上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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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什么花样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刚才会饿了 我想要择 这不过就是白菜汤 樱塔豆腐丝 还有荷叶虾仁嘛 你尝尝看 好吃好吃 怎么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啊 这白菜汤不是把所有的小白菜都放进去 而是取其菜心中的一页 所以入口比较鲜嫩 硬到去糊放进上好的鲜被 豆腐是用杏仁磨的 吃起来有点鲜又有点甜 鲜甜焦杂 仿佛冬季踏雪寻梅 还有这虾仁 它不是跟荷叶一起煮的 而是包在荷叶包里面 用小火慢慢焖出来 荷叶的香味进到了虾仁里面 虾仁的鲜味散在荷叶上 既好看又好吃 不知道公子觉得如何呢 我不得不承认 你真的很会吃啊 那是当然了 我来少林园就是为了吃吃喝喝 游上玩水的 我也是 不过我比你多一个任务 我要看一看周围的风土人情 还有老百姓的生活 那我们岂不是可以结伴同游了 好啊 那快吃吧 一会儿还有很多好玩的呢 嗯 嗯 嗯 这些人在干嘛啊 今天是七夕 当然是许愿啊 有用吗 不管有没有用 都是个美好的心愿 嗯 我们一起吧 那算再好 求一个也是许愿嘛 你娘对你好吗 我以前的娘对我很好 总是给我讲故事 唱歌给我听 现在的娘嘛 也挺好啊 总之 我有对付她的方法 你好像有很多娘啊 你爹求了很多老婆啊 这根猫 说来话长了 不管怎样 我总认为娘就是娘 不管她对你好不好 生你养你 就是你最大的恩人 嗯 你说得很有道理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 我娘很少和我睡觉 很少跟我讲故事 也很少唱歌 好吧 那我们就多为娘 求个平安吧 下雨了 下雨了 我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走吧 过来 喂 debido 是 你看你身上都湿透了 你也是啊 怎么了 你看着我干嘛 没什么 我看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恐怕停不了了 我们会不会在这儿过夜呀 雨累了吗 我还好 要不你坐下歇会吧 这里怎么坐 这有什么不能坐啊 坐下吧 其实夏季雨来也挺舒服的嘛 哎呀 只是我们刚才放的灯都被浇灭了 你说这样愿望还会实现吗 我希望它会实现 你怎么从来都没有放过水灯啊 小的时候我总在河边放 这雨好像比刚才小了点啊 太子爷 我们从小就认识 也算是有缘分了 这次我把你伺候得好好的 你可一定要帮我家相公某个好官位 我们回事 我们回事 也许可爱 你的歌曲 也许可爱 也许可爱 有一个歌曲 如果妈妈 就想不过 我们回事 可以让你回事 我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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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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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你会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纠缠在一起 互相呈现 最爱的人 不在身边 交放电 张能源 落河吹满天 寂寞的春山 枯错间 随身又念念 大决念太疯癫 折不断的线 散播的书记 布下一个个 红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